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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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分享一套视频给我 分享一些资料给我 很多谢 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 一时找不到的资料 我自己 不是江夏文俊 听众很热心 首先多谢听众 第二件事就是昨晚大家知道了 《科学生枝》在6月中复播 我们做了第一次节目 那个节目首先会放在梁感祥室里面 今天稍后的时间 我就会放在YouTube里面 那个处理的方法 我和陈志文博士商量过的 他和我共同觉得《科学生枝》这个节目 应该是有一个独立的YouTube频道 所以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就会建立一个《科学生枝》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那里看和支持 陈志文博士也希望大家全力支持这个节目 因为他在那个节目 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停了一会儿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去跟他说 想听回来 他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如果这次我们再做回来的话 希望大家全力支持 支持的可以包括很多方面不同的支持的方法 到时候我们会去讲的了 至于今天 不如考虑这个科学生枝 也可能譬如说 可以接受一些赞助 作为一些学术研究好不好 因为始终在外国也很流行 譬如说做一些学术研究 你老实说要经费 尤其是一些科学上的东西 或者一些新资讯上的东西 我觉得也有很多听众 除了听时事 听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听一下神秘学 听一下讲打机 其实很多听众对科学上的知识是有追求的 我也觉得可以独立 比如说 我当做一个科学生枝里面 专业给这个节目的一个扑款 或者资助 看看如何处理 我觉得不需要说 现在这个时代 难听的话我说 不需要每次都 占着一个超级道德高的 就是 喂 我钱我不赚你 但是回来 你要求所有东西 我都尽量做给你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 不要让别人有一种 惯性的消费 就是我不用付出的 但是东西你和我做得最好 好像你欠了我 我绝对反对的 所以想想怎么办 另外我自己也是 陈志弘博士的超级粉丝 所以我一定第一个支持 要去看看如何成立 想办法 另外我也是第一个去支持 好不好 好了 那讲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几件事 几件事都是我们预料之外 不是说自己老婆卖瓜 自吹自擂 但是一个势在那 所以今天发生了 我们可以再去评论这件事 其一就是在昨天 昨天晚上 应该是深夜 那个美国联储局 就议息 但事前都知道了 一定是加息的 问题是加多少 有人估计半厘 有人估计一厘 主流估计7.5厘 7.5厘对于我们来说 本来就不是一件很贴身的事 但是呢 今天一加了之后 就不同以往 以往呢 香港可以看到 加息的幅度 就比较慢一点 但是这次呢 根本就没办法了 就立刻都要加那个贴言论 那贴言论就是 根本就要放水平银行的那个价 那这些理论上呢 如果你不关心这些呢 那就没什么兴趣 不过呢 其实一件事就很贴身 比如你有没有绿卡呢 如果有绿卡 那那些息就开始加的了 肯定 那如果譬如你有贴款 之类的那些都加了 特別是譬如你供楼的话 那那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因为呢 你香港加息 那跟着银行那些 所谓的同意拆息 那個hyper 那就加了 那这个加息的 implications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开始缺税 那如果你看回银行那个 那个港元的全国率 那是在下降的 那我今天记得 如果都是跌过三千多亿那里 那一跌的话呢 有一些实际的现象呢 你会感受到的 那一个具体例子 比如说 偶然我自己经常收到的 就是你借不借钱啊 那我不知道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借 还是他想拿你的资料 但是起码这些电话呢 有很多听众我听不少了 那如果这些电话 就是开始少了 其实现在的银行 都要照做这件事的了 就是出名的那些 譬如汇丰啊恒生啊 毛利头都打电话给你的 其实就不对的 因为你应该就是 你的客户 就是你的客户 就是你的客户 才打给你 但是这些银行呢 现在都放弃了 因为为什么生意竞争太大 那你钱多 你没有出劳 那你当然是放数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连这些银行 开始 小打电话给你 是不是 或者借钱 没那么以前那么容易 那就是说 那个银行要开始生水喉 生水喉的时候呢 就你付出的利息就多了 那如果你正在供楼 这个负担就重了 那这些都不是贴身的 但是最贴身就是 你现在一层楼多少钱 那就是 这个时候就要说回以前 比如说 以前有些人说 我还不记得谁 美国加息不要紧 香港不一定要加的 香港的钱多 那理论上是的 就是美国加息 不是一定要香港加的 加息的 那些这样的钱可以流下来 就是北水啦 就是中国的资金流下来 你流下来就可以了 你流下来香港多 接着呢 就是大家都是钱很便宜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开始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澳门也看到了 我们今天第二次也要说澳门 就是 那些水现在流不出来 流不出来才出来 你就缺水了 那你又看回那个股市 我先讲过 上到去 二万二左右 上不到去 没什么力 那现在是顶着的 顶着之余 那这个移民 就是楼市会不会顶着 这个是最大的疑问 因为如果你楼市一塌的话 整件事整个 可以说是鸡棚就穿崩了 因为你现在讲的是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力 可以说 撑得住这样的楼价 撑得住这样的股市 特别是那个港元那个汇率的问题 就是这些事情 我现在已经说了 山雨玉来风满流 你慢慢今天 或者下 就是下 独搭是七月之后 就七八月之后 就开始建这些事了 那你从那个地元政治来说 我们以前已经起了一个提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利率的 美国利率的武器化 因为现在这一件事 就完全 它表面上就是看 它是处理了美国国内的问题 但是想深一點 美國加息其實是影響著現在全世界 特別是亞洲區 因為很多因素夾集在一起 比如說日本 日本的日圓不斷的跌 一跌再加上美國加息的很多資金都流走了 那流走的時候 很多貨幣的匯率就會出現那個問題 現在有個苗頭 有一個小小的趨勢在那裡 但是成不成 像九八年那時候 還不知道 但是那個危機感 大家應該要享受 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跟那個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林鄭月娥之前都講過 七一之後發生什麼事都不關她的事 那六八九個打手 不用不認的了 現在林鄭月娥都暗示了這件事情 郭榮榮說這句說話很硬要 有人敢說 這個說話 如果你看回現在那個局勢 其實有些什麼的詮釋呢 就是它可能暗示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金融和經濟的問題 會在下半年 很不幸地就在這個李家超的上任之後 就很可能發生 那個嚴重的程度都大家不要低估了 好了 這個是一個開場白 但是今天講的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涉及到現在那個所謂的新的班底 他們那個部署的問題 那一件事其實大家昨晚都開始看到的 因為我們前幾天我們都說了 鄭若驊現任的律政司司長 傳說他就不做了 那誰會頂上呢 就是這個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 他會做 當鄭若驊現任的律政司司長 傳說不做的時候 他老公潘樂圖那一檔東西 就立刻被這個反壟斷委員會 就提出一個控訴 就是聯合造教 那這件事本身呢 當然大家不要這麼幼稚啦 就是這些東西 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覺得有關係 因為有關係在於什麼呢 就是這麼短時間 他老公那件事 幾年前其實已經爆出來的啦 就是一直都又僭建又成這樣 為什麼現在要開波呢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個警號來的 不是說真的要動鄭若驊 不過呢 這個是一個警告就是 哦 你以後要生生生生的 不要玩什麼發生 因為你有前科的啦 你在英國的時候撞過街 你就說被人推低 接著你說你斷手 斷完手 接著我休息半年 那你給你休息半年 可能不回來 就是這些呢 我們當時已經說了的了 就是有這些底的人呢 其實在北京是完全不會相信的 那現在你還說 我不做了 不做了 那接著怎麼樣呢 你還留不留在香港呢 那你可能一個人溫美實去到其他國家了 我不相信你會爆料 是不是 但是這些人呢 做過那麼多事情 一定是掌握了很多一些機密的啦 你走到外國的時候 隨時會放了資料出來的嘛 是不是嗎 放了資料不是說你真的爆料 放了給其他人 這些就是我們做新聞 做了很多 很多不少有這些陰謀論的 但是陰謀論是適而去 大家有一點點 那就可以比較容易一些去理解 現在的政治事件的發展 那為什麼剛才我提那個 這個加息和這個樓價或者這些混合互率的問題呢 其實這個是很影響到現在這個李家超 他未來他們要用什麼人 是不是 就是很準確地說 其實李家超用什麼人是不論到他自己有選擇的 你以為他想用陳國基嗎 我有點懷疑 陳國基和他之前的合作 是不是很緊密呢 是不是 陳國基一直都是林靖河的親信來的嘛 是不是 是否他真正的人選呢 沒難說 是不是 至於其他的 例如這些港大幫 好了 今天明國出了一個名單出來啦 不知道準還是不準啦 在這個勞福局不是他啊 是聶德權啊 是不是 就是聶德權就補儲了 是不是 這個也是林鄭的馬來的啦 那很明顯 現在新的那些人選都要計算的 計算在什麼呢 我們講過很多次啦 在這個號稱IQ160的這位羅志光的任內 是死了這麼多老人家 而他的投資本本身是有涉及這個安老院的問題 那這些人還留得 你不要說是人啊 那這些物體還留得在這裏 我想就是輿論歪然啦 那你一定要回應一點點的這些輿論的訴求 那你至於說其他的劏房波 陳早就說了 這些不能動的 在這個時候不能動的 是不是 但是最大的疑問是什麼呢 就是鄧炳強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都說過 鄧炳強他有相當之高的機會 會成為這個政務司司長 但是相當的就不是他 甚至現在的其他的位 副政務司司長都不輪到他 是吧 那我們嘗試在這一集 我們會解釋 就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原因很簡單 剛才我都說了啦 你現在處理那個問題是越來越複雜的 你接下來的如果有金融風暴 如果有這個經濟危機 你是不是鄧炳強這些質素的人可以處理得到呢 你號稱是武官 是吧 但是解決房屋問題啦 解決這個 如果有聯繫活率受到衝擊 甚至銀行那邊 如果有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懂不懂 不要習慣你處不住 你懂不懂這些那麼技術性的問題 是吧 所以呢 現在先前講武官自講的 其實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呢 你武官一上到去呢 所謂武官 你 喂 你處理這些金融問題 你當這個紀律部都要處理嗎 是吧 那你跟銀行佬說一下 你跟這些財團說一下 只要說你前幾個禮拜下區 去講這個房屋問題 那現在看起來就真是搞笑了 是吧 就是你講房屋問題 是吧 你懂得叫毛嗎 是吧 所以就不是說鄧炳強 他那個人沒有這個能力 有很多東西你真的可以衝擊的 就是套了一些很充足的說法 就是千萬不要三百人衝炮艇 就是你以為你真的什麼都吃 不是的 你如果你要上到這些位置 其實你要回覆很多不同的政府沒有回覆過很長時間 坐底了二十年 是吧 因為你要屬於每一個範疇 不是屬於它裡面的資料 而是屬於每一件事本身 每一個環節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是吧 譬如你聯繫會 為什麼會影響到那個樓價呢 因為你現在有了聯繫會 你處理不了那個息口的問題 美國加息你一定要加息 是吧 你不加息 港元就走了 港元就走 到其時很多東西 就會出現問題的嘛 那你理不理解這些環節之間的問題呢 是吧 你的投資料一直都是 你只會去做警察 是吧 這個體現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李家超這個人本身 他也跟鄧炳強一樣 他只是認識那樣東西而已 只是認識做警察 其他什麼事情都不認識的 所以他有個綽號叫葉文 就每一頁都問 一樣樣他都不認識 那不認識 如果作為這個位可能有個好處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只不過是前台那個 一個proxy 一個木偶 後面有人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麽聽證 有一個公共的技術沒有交流 那麽這個就看回現在行政會裡面吧 譬如說 譬如 譬如蔑治江 我們都很強調這件事 他因為是整個那個九七金融風暴 就是由Day1的聯繫匯率 至97金融風暴 到後來他卸任了 他不做金管局那邊 他對這個本身 你不要理他那個立場 他真的是熟悉的 你還留不留他在那裡 我現在看這個形勢 我覺得他會留在那裡 但是類似其他 比如陳志思 陳志思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有所謂的黑臉白臉 有些人就 惡形惡相出來就起床了 陳志思這不是的 官仔骨骨 那些比較硬朗的就不需要他講 給一些溫和的說話 由他去做這個角色 很強調是做這個角色 可能你要他真的去做這些位置 他都是這麼討厭的 但是由他去講 但是你看看這個背景 他本身是泰國華僑來的 他本身是泰國華僑來的 懂泰文 是吧? 英文當然沒有問題 就是那個賣相本身是比這些國際的社會 可以相對比較認同的 你叫鄧炳強 你叫麥美娟 甚至湯廣波 不可以的 起碼英文都不可以的 這些出去就傳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下去 現在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這個班底本身 其實是代表了什麼 之前我們去做一個預測的就是 如果譬如鄧炳強這些 上到這個政務司司長的位 甚至不是上到政務司司長的位 起碼做個副政務司司長 等他將來可以上這個位 現在不是 原地踏步 那就是說這條線本身 去不了他預期的那個高度 那這是什麼線呢? 就是國安那條線 那後面的原因為什麼呢? 不是一定牽涉權力問題 而是說你現在對那個國際形勢的評估 我經常強調這件事 香港的問題不是香港本身的問題 就算如果我們說香港要怎樣怎樣 其實都不輪到我們去決定 這個香港的內存因素決定 是國際的內存因素 現在你看到那個勢力在那裡 有很多複雜的問題要處理 譬如說這個國際金融的問題 糧食的問題 是不是? 香港的角色問題 你怎麼擺這個陣 就看到北京對香港的角色的處理 先前是去到很硬的 鄧炳強落區 那這個是顯示 他當時的確收到消息 或者他想 就是會有可能做這個位 大家聽說不是 那不是之餘 那究竟報個陣出來是什麼陣呢? 這個陣就叫做大集會 那大集會在哪裡呢? 你原本的AO 譬如聶德權這些 陳國基這些 全部都在那裡 有些不行的 譬如羅志光 羅志光原本不是AO來的 但是他是港大黨 他應該跟林鄭月娥很熟 他應該跟林鄭月娥很熟 林鄭月娥也很熟 林鄭月娥也很熟 他很熟 他很熟 但是這些所謂的學者 今天去到實際處理的情況 處理現實的問題是不行的 那另外一條線就是民建聯 或者所謂的土共 而看上去這次土共的 譬如麥美娟 甚至這個民建聯的副主席 行政會的成員 張國均 那這個以前都罵個笑話出來的 那現在傳著他 就是應該是副律性司司長 那副司長這些位置 其實是安撫來的 這些是囚容來的 將來是否給他做這個 不知道 但是起碼一樣東西 就先塞住你的嘴巴 為什麼你現在以前做這麼多事情 要分成餅仔出來 那設這些位置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分餅仔 但是有其他 其實真的將來會把他放上去的 比如舉個例子 比如說 現任的法檢局局長王偉倫 這些是傳統的AO來的 也都以前說過說話 得罪了這個警察的人 那時候他不知道 去了那個書展那裡說過的話 這個罪犯之中有好人 這個警察之中有壞人 這個說話就拿著了 但是現在被他上 被他做這個副情財政司司長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在財經方面 你的而且確不敢亂來 你試一下給政務司長鄧英強做 你試一下不給湯廣波做 你看一下會出現什麼情況 是不是 因為不敢試 那不敢試後面是代表了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無論你現在講得多硬都好 那你一打在金融戰上來 你真的不敢好像俄羅斯那麼夠僵 我踢我出Swift 我踢我出Swift 你真是害怕 我真是爬底 所以現在就說了 現在就說了另一件事出來 我們這個聯繫匯論 我們都不是 我們都要和美元掛鉤的 除非爆發這個金融核戰 是不是 那任志剛那個說的那個 那個情況就說得很準確 除非你爆到別人看你走火 你就不應該自己去測試別人的底線 不應該主動去做這些事情 換言之就是你看到就是 你說得怎麼樣都好 有幾番東西你用不了的 第一 就是你和美元的關係 港元和美元之間的關係 因為你正然需要在香港換美金 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件事 通訊的問題 你又說到什麼Telegram 你就是不敢動YouTube 你不敢動Google 一動了 所有的生意都不用做 基於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你又不可以說 我完全用回以前的AO那裡 但是有些時候你不用AO 你是不行的 你不行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人真的是做事的 他們一個政府滾了入面 他們現在各個繞了手 就是用它大陸的 它躺平你也大壞 你之後選一些 就是有些做得客視的 例如羅志光這些 我再次說它其實不是AO 這些掉下來 是吧 然後你有些位置 就是你覺得可以放上去的 就是不會影響那個大局的 例如 譬如現在麥美娟 她做這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其實她那個Portfolio 她一直講勞工問題 你按照計 你就應該讓她做勞工局 和福利局局長 但是你都不敢讓她做 為什麼呢 這條初歐坡你讓她做 真是瘋子來的 她上到去又搞了一匹 她說這個話是怎麼樣呢 你有囚容 囚容在哪裡 譬如舉個例子 譬如李慧琼 吳秋北 給她入行會 這些是顧問來的 不是真的做的 你入了你出聲 你有話說 那你可能反映了土共的意見 甚至北京的意見 但這些不是一定要做的 是吧 你不是真的坐在一個局長那裡 真的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你去到一些關鍵的位置 例如財政 就是這些金融的 財政的 地產 還有地產 還有這個房屋 這些你全部要給AO去做 但如果不相信 大家到這個新班底的時候 出回來 那你就可以認證這個 其他的這些 可以說 臟為囚容也好 臟為不是那麼緊要也好 那你就可以給回 但是一個位置 這個 這個 現在這個北京一定是看得很緊的 就是教育局 那所以呢 蔡若蓮 她就會取代這個楊潤雄 因為楊潤雄未夠硬 那硬在什麼呢 就是 幼稚園現在 就是這個教育局 就要建議 甚至我想都是施壓 有壓力 就是幼稚園那裡 要天天舉行星期禮 那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些家長都挺辛苦的 每天都要 那個小孩 那天星期禮 你都擔心那個小孩 那種壓力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又發生了另一件事 就英國方面 就放寬了那個對教師的要求 那它有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什麼呢 這個名稱就叫做QTS 就是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就是呢 如果在英國你要教書的話 你就要去符合這種資格 那裡面那個細節呢 當然有證書的問題 教學經驗 那但是為什麼現在英國會放寬 這個也關香港的事呢 因為去年我去倫敦的時候呢 已經得到一個消息了 原來呢 很多現在英國 原來出現的教師方 那其中一個例子呢 就是當地的朋友告訴我 他說有一個朋友 就是我不認識的 但是他告訴我 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去舉家走的移民 他自己本身是教師來的 他應該在香港 就教科學的 science的 那他呢 就跟兒子走去面試 他沒有想著其他事情 他只是跟兒子走去面試而已 那結果呢 就是那個面試那個 那個學校的行政人員 看到他那個步伐 咦 原來你在香港教science的嗎 我們現在這間學校沒有科學教師 你現在來做這個教師的職位 那結果呢 就是他帶兒子去應徵做學生 就是入學的時候 他變成了那間學校的老師 這個是我在英國的時候 看回來的個案 換言之呢 就是英國方面 現在他放寬這個條件呢 那可能他自己本身都是 教師有短缺 嚴重短缺 甚至在某些地方 但是呢 這個如果在香港來說呢 就是說 香港的教師 比較容易在香港 在英國裡面執教 如果你移民的話 就是香港的教師 就是香港的教師的流失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學生也都流失了 好了 那這個怎麼跟剛才我講的那件事 本身有這個關係呢 很簡單的 你處理教育的問題 你是不是好像鄧永強那一套方法 就是用紀律部的方法去處理 那就可以搞定呢 用他那種思維的模式 我當你那個警察那樣 你學生 特別是大學生 你當你要進露營那樣做 每個人都要操體力 是不是 上課一定要準時 不可以走課 你可以這樣做嗎 你可以試的 你試了看效果如何 因為香港不同中國大陸 香港的人可以走得 你知道現在最新的統計數字嗎 被訪的青年有一半想走 現在他教育部 上課了 楊潤洪你 不知不知道去到底掉到哪裡 那你是不是以這種方法 可以處理在這呢 那我有一個 就是我要提示 你如果當 好像舉這個紀律布底 那樣的管 那其實更加只會令到 更加教育的走 就是如果剛才那個說法 就是那個傳言 就是幼稚園的同學 小朋友 她每天都要去升旗的話 我想幼稚園這盤生意都難搞的 所以整個班底本身現在開始有一定的妥協 就是說你之前覺得AO很廢的 那些班人都不行的 叫你去衝攻陷阵 你們全部都退縮 又不夠硬朗 是 但是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做事不會亂來 就是不會做一些過激 是吧? 不會說針口寫個用字 就舉起旗就去衝 每樣東西都理性的衡量 就是適不適合做一件事 就是這班人留在這裡 無論我們對這班人的評價是怎麼樣 始終是一個 就是能夠令到政府稍微理性一點點 溫和一點點 不會去到最極端 因為去到最極端很多東西是不能回頭的 是吧? 你譬如很簡單 就是可能我們今天第三次我們來講 譬如你處理這個金融的問題 那你又不是說那些人拿不到錢 那你跟著就是他走到門口維權的時候 你過沉淫之士抓他 又或者你現在唐山 就是這個狗虎仗的事情爆發之後 整班市民走了去那個公安局門口要報案 你理論上你可以當他尋淫之士的 你就要抓到這班人的 你是不是這樣做先? 你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看看最終效果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在香港搞這些東西 是不是? 現在出現那個情況就是 開始有需要衡量這些東西了 那就希望 但是都不夠 因為為什麼呢? 你始終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你擺放一些 就是完全沒有經驗 完全沒有行政經驗 還沒有處理過危機 就是是因為你要醜容 所以呢 如果香港有什麼特別大的危機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覺得很危險的 就是你不給那些AO 就是你按住他們 他們的建議你不聽的話呢 將來有什麼大的問題的時候呢 那就最終都是你負責的 所以林鄭月娥去說那些說話 就是七一之後有什麼事不關她的事呢? 你可以有兩邊的看法 第一樣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這樣的物體就是發負氣 但是她也都說了一個真相出來的 就是你現在去給這些土共 武官上去 當一番發生在 就是所謂治安以外的問題的時候 在一些要有技術衡量極高的問題的時候 那你怎麼處理呢? 房屋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金融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就業的問題 你是不是這幫土共這幫武官可以搞得怎麼樣呢? 那我聽過答案是搞不定的 是不是? 好了那我講了五分鐘了 那文進你照計你就沒有什麼要回答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面 是的那我想說呢 其實呢尤其是那幫呢 現在呢在香港呢 就經常說那些小朋友表達有問題啊 或者呢 就是叫做說不是很懂在學習上面比較緩慢呢 就是有一幫專業的導師呢 用角色方法啊 透過一些道具啊 一些新派教學呢 去啟發那些小朋友 令到他呢 在語言表達 和情緒表達方面呢 去改善的 嗯 這一幫其實都是專才來的 那其實呢 如果這些人走了呢 其實呢是很難呢 你說我們是找國內的導師啊 很難的 因為根本整個那個教育的體系都不同的 那如果現在那個教師流失呢 就是很坦白地說 你不要真的想著 喂 走個體育老師 找個出來教你打籃球 教你軍訓啊 是啊 是啊 這個世界 體育池變成軍訓的了 是啊 最好 最好連架 有這個實彈演習啊 是啊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玩的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又想再問一個問題 那其實呢 你剛才說到那個AO的架構問題 那其實呢 除了教育方面 我想問一下 那這幫AO行政那些 譬如以往也說 不作為之類的 但是你所說的 他起碼不會出大線 他起碼是穩定局面 但是另一個方面 金融地位方面 其實你覺得 李家超 他有沒有這個視野或者他 現在他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去面對這些金融問題 因為接下來呢 就會出現一件事 我覺得呢 呃 就是香港那個 就是現在那個IPO 上市的地位已經沒有了了 那基本上呢 隨著其他的崛起 包括我們說的新加坡 以至日本呢 會是專門幫人教IPO那些 那那個經濟是這樣去轉移 其實跟澳門的倒影一樣的嘛 就是你一定其實你是要 想辦法呢 不是穩守的了 其實你是要在部分情況 你要主動出擊的 不可以在意待斃 你個人覺得 李家超 還有他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 有沒有能力擋住這一波呢 是啊 那今天啊 文進呢 我有時我近了他多 近朱者赤 近麥者赤 我也要變成他那麼粗俗啦 就是如果你問杜李家超 要不要IPO呢 那我說他很懂阿 這個就答你啦 ok 那但是呢 是不要緊的 李家超不會有問題的 因爲金管局都要搞這件事 金管局就一年尾 就會搞一個國際的大型會議 就是會叫一邊大媽剩過來 如果還不來我不知道 就是到什麼時候 那個防疫的情況 不知怎麼樣 他可能會預計完美搞定 過來開會 其實這些大龍鳳背後告訴他 我們都想有國際IPO的 但問題就是你不是說你想來 別人是來的 你要給一些信心保證 現在吵得很重要 就是你那個檢疫的措施 你一直都不放寬 林鄭還說到寸步不讓 說到這麼硬 所以有兩部分 其一就是你不要預期李家超認識這些東西 但也不需要他認識 為什麼呢 如果他肯聽這幫專才 這幫專業的意見 很多事情都仍然可以做的 正如澳門 我不相信說到今天那個博彩業一定死 如果你澳門有這個能力自己處理這個問題 而澳門的行政長官能夠聽這些專業的意見 我覺得到今天 到今天 第二節我們會說 待會李奧那些都收拾了 都還可以救 但問題你聽不聽 這個就是另外一件事 沒有人懂得所有的 你就算你認識金融 你不一定認識教育的 你認識教育 你不認識其他東西的 但是如果AO 去到好像林鄭月娥這些 滾過這麼多的部門 剛才我強了一樣 不是認識裡面的東西 認識裡面的東西 這些東西跟另外一些範疇的問題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是吧 我們都能夠聽一些專家的意見 林鄭月娥很明顯她不聽 她自己是覺得她都認識的 所以李家超他是不會認識的 但是他不會認識 而北京又給了這個空間 所以問題不可以去到這麼極端 但現在很明顯 北京看香港的問題是 有多少複雜因素在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了教育的問題 其中一個事情 我們都覺得 那個情況都是違反了香港 跟香港的國際城市是相比较而馳的 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什麼呢? 現在你來香港教英文的那幫外籍教師 那通常都是要是美國 要是英國的 最多給你愛爾蘭 要宣誓效忠基本法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你是為難這幫外國過來的 甚至是國際學校 整個教育制動的系統都不是香港的 那一套來的 因為他考的事 他都不考這個DSE 他考另外一套 他的升學完全都很可能 根本不在香港這個大學這個範疇來的 只不過說那幫有些expectateurs在這裏 你給那些年輕人讀書 其實他們都會回去外國 你這裏都要做這件事 是不是? 人家來是教英文的 你是不是上綱上線呢? 你是不是暗示這件事? 你是不是暗示這些外籍教師 是好像689那樣說法 這裏是外部勢力來的 這裏是細菌來的 如果你去到這樣的話 沒有人想來的了 見微遮住 如果你是這樣 你在這些問題上最多是這樣 那外國那些 你剛才說的那些IPO 人家都害怕的嘛 是吧? 那裏面的大數據 例如裏面的財政狀況 是國家機密來的 那我怎麼做? 不是 就是好像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也提到一件事的 這個馬來金服的IPO 路透社說可以去馬禍載 現在你又說不是 又否認同 那究竟是還是不是? 我先說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 除了說那種這樣的政策 是不利於一個國際的環境 就是通俗地去說 不利於吃四方飯的 之外 你還沒有一個政策的可預見證 今天是這樣 明天不是 是 後日再轉 那做生日最大忌這件事 所以現在你總結一句 就是這個李家超那個班底 是體現了一對 就是整個的對外政策 其實還沒有清晰的 是在混亂的 在混亂的 一方面你希望記得很硬 但是去到一些很技術性 很重要的問題 你就退回 那個矛盾的位置在什麼呢? 舉個例子 比如說前兩天 普京生日 習近平再打電話給他 這個是新聞出了 恭喜你 我們再在主權上 安全上合作 那究竟現在想怎麼樣? 就是普京 私下已經埋怨你 你是幫忙還是不幫忙 那時候你講得那麼盡 但是中俄的合作無上限 現在你究竟你怎麼樣? 是嗎? 問你量水你又不給 甚至做這個人民幣那個交易 你都不做 在銀行那裡 就是去到這些呢 其實你現在究竟是想說 你是倒向俄羅斯那邊還是 還是你要跟這個美國那邊 要建立一個比較穩定的關係呢? 到現在都是出現一個搖擺不定的狀況 有些問題當然一定很硬 譬如這個台灣問題一定很硬 但是你壓得來 你譬如對這個Google 對這些美金的問題 你又不敢去到很硬 那這些狀況 在香港這個情況是反映出來的 所以呢 究竟是怎麼樣呢? 我相信要到年尾的時候才清晰 整件事 那也不排除的 就有些的位 他們坐得不上下 可能都交給個副手的了 那看看年尾的時候有什麼大變化 好了文俊 那這一節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我們去... 沒有,沒有補充 因為你剛才說的那堆東西 老實說你叫我說就是玩我 我完全是一句都大聲 你欠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懂的這些 大哥啊 大哥像你說的 有些東西不懂的 就像斯奧文俊那樣 收爹 交給一些認識的人去說 那你就不會獻醜了 不是啊 我最期望 我最期望 鄧炳強他如果有野心做這個政務司長 他講一下金融問題 他講一下這個年代 我一定洗耳恭聽 我聽聽他有什麼高見 哦 就是鄧sir教你怎麼做IPO 鄧sir教你怎麼去爭取國際品牌進駐 是嗎 那我想說呢 其實香港的核心價值呢 就是一直 無論是這個金融上 以至是法制上 即是法律上 以至是醫療 所有東西呢 都是給人一個感覺是有質素 甚至乎是頂級的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那例如很簡單 我唯一認識的東西呢 就是賀里士 這個叫做國際都承認的 鑄金條 他在香港 他一樣有總部有這個 野煉廠 是可以在香港鑄金條的 但是 譬如你說哦 搞到那些東西都被禁止了 喂 賀里士 我撤出這個野煉廠 變成了 譬如說 中國保安 這個 鑄桂金屬的公司 下來進鑄 行了 沒有了賀里士 不要緊 我整個中國 或者是蘋果銀行 金條 但是問題是那樣東西出來 那些人你拿出去 國際市場 還信不信 人家信你 因為信賀里士 就算你迫現香港 都會信賀里士 迫現香港 而不是信你這個蘋果銀行 蘋果銀行 就打開後面是包頭的 然後拿回去換 對嗎 跟你說那些是剪品 給錯你而已 是 如果我是記者 我有這個機會 雖然我是記者 不要說如果我是記者 我根本就是記者 如果我可以 當面去問一下你 我會問的一件事 就是你對於 最近這個bitcoin 和這個虛擬貨幣 大塌你有什麼看法呢 香港應不應該立例去管制KOL 推銷這個虛擬貨幣 我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我又致敬台長 我說近书者赤 我本身就是個源頭 他懂得欺貨嗎 你跟他講NFT 好嗎 NFT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根本就不熟 正如你說他KOL 什麼叫KOL 我就是KOL 我和Dun Sir就是 所以到最後 我的看法就是 整件事 當你一個 有質素的東西 變成蝦碌節目的時候 就蝦碌了 正如你聽國際大棋局 你明知道那個司徒蝦碌 但不要緊 他旁邊還有一個台長 哪有時候還抬著他 那你才會覺得這個節目 你聽完就覺得有得著 如果你從頭到尾 就是司徒蝦碌 加多一個更搞笑的例如 加多一個古話仔上來做 整件事變成 你聽一集就覺得過癮 最極其量聽完第二集 挺有趣的 但問題呢 你就會覺得 之後我發覺搞不定 為什麼 完全沒有質素 沒有得著 而且那件事變成了另一回事 你叫一個出來走走江湖 古話仔 再加上司徒蝦碌 跟你說國際事 說國際分佈 說完你也覺得 只能笑 所以 這個世界都是這樣說 展望李sir 其實有時候台長教我 有時候做事 最重要是三個字 淡定一點 不要死衝難衝 這句話 台長教了很多年 幸好 如果不是有很多情況 如果一意孤行 就撞腸 勢請 我看見 林鄭月娥 這個 林別 做人 其實有兩點很重要 第一件事 肯認錯 如果你真的做錯了 你不怕認 又不是什麼臭小子 一個人如果沒有做錯事 等於他沒做過大事 他請的重要部門的主管 個個都犯過大錯 如果不犯過大錯的話 等於他沒有做過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你是要認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認識的 就不要說你不認識 你要死 死都要認 這件事我認識的 因為這種態度就要令你做錯的事情 因為你無知而做錯的事情 你要掩飾他 因為我想中國近代史很經典的例子就是毛澤東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無論你對他看法是怎樣 因為他是一個擁有這麼大的權力的人 他必然會做錯很多錯事 但是做錯就做錯了 你做錯之後你要掩飾 你要掩飾完 因為你要永遠終身掌權 是不是 那你要中心掌權 如果你又做錯了事情 你就算散歷史 是不是 譬如你講到這個大躍進 很明顯是你自己那個政策失誤 因為你覺得你要威脅 你要威脅之餘 你覺得中國做了幾根鋼 那就是代表中國多威脅 而搞到全民大連降夜 然後加了飢荒 死了人 那跟著你説了一件事是自然的災害 是不是 那都說劉少奇出來 都不是叫做走去指證你 就是說真的死了人 真的是大飢荒 是不是 出來他搞定了 然後你不信 他搞定了他 去到林鄭月娥 他當然沒有毛澤東的殺傷力這麼大 因為他都是一個小小的九品芝麻館 但是由於他不肯認錯 是導致今天的年輕人 剛才我引述了那個訪問的統計數字 有一半人想走 有些要坐牢 有些要流亡 有些現在不知怎麽算好 是不是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了前途 不知道跟著怎麽過下去 你如果說三年前 他肯退一退 這班年輕人今天過了什麽日子 那麽可能就是一個正常的 但是你只能這樣看 就是他們經歷了那大時代 他們的鍛鍊就是成就他們將來成為一些 可以承擔很大的責任的一些中邏底柱 這個是我的記錄來的 但是如果只要擁有權力的人肯成 肯認自己是做錯了 肯將自己做錯了的事是承認 那今天香港不是這樣 第二節回來 今天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桂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麽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麽滑的牛扒 還有西南牛扒 然後這邊有吉利虎蝦 還有這道蛋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澱粉質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麵豉湯 這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接下來一定要蘸些味 台長西冷麥炭 多謝大家支持港國和支持梁錦晨峰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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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